Hashley Dance 大家好,我是Max 今天是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关于作品及和面试的一些 小技巧和一些注意事项 就说是一些经验吧 我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的名字叫马驰诚 我2021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 专业是公共艺术 然后毕业之后我来到伊尔特这边学习了一年 现在在法国图鲁兹美术学院读四年级 首先也还是要感谢一下伊尔特平台 给我的很多帮助 其实没有这些帮助 我自己是根本不知道去怎么做这些事情 包括做作品集 申请学校 还有包括到一些面试的一些问题 这些其实都 让自己一个人做的话挺困难的 还是有人帮助是非常重要的 感谢伊尔特平台 播广告啦 播广告啦 你听说过亚的法国艺术学院联盟吗 江湖人称 整堂小巴黎 是一所坐落在杭州的艺术与设计渔科学校 没错 我们是学校 不是作品级机构 也不是留学中介 我们有百分之百纯法师课程 教学团队由法国公立美院在职教授 艺术家从艺人士带领 帮助咱们中国学生无奉献 兼法国高等艺术教育体系 如果你对我们感到一丢丢好奇 公众号搜索 如果你对法国艺术留学 申请流程作品级感兴趣 小红书搜索 如果你想加入我们 或者是想单纯聊聊天 微信小号搜索 认识亚的法国艺术学联盟 值得心爱 今天讲这个作品级 我觉得肯定也不是说 要做一个模板什么之类的 因为每个人作品级都不一样 不可能说给一个标准的模板 然后你就照这个做就可以 那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每个人首先东西也不一样 然后你方向不一样 我的话 我自己做的东西装置 装置 然后一些雕塑 摄影之类的 你不可能和一个做设计的同学 东西是一样的 然后当然这里面 还有一些你自己的性格之类的东西 我觉得重点是要把你自己的东西 表述清楚 你作品的感觉 你想呈现的效果做到了 我觉得就OK 没有必要做的说太繁复 也不用说是刻意的去削减一些东西 大概是这个样子 然后现在看到屏幕上的这个 是我作品级的一个封面 这个字体有点抽象 这是我的名字 然后这边是Botfolio 就是说它是个作品级 不然你怎么知道它是个啥 对不对 然后到第二面 就是那个SOMAC 有点像目录一样的东西吧 大概第二面就开始告诉别人你的东西 有哪些 然后作品级有多少页 有几个作品 我这个上写的就是大概十个作品 有两个剖写的正在制作 然后还有八个已经完成的作品 这大概就是告诉人家这样一个信息 然后用的背景都是我自己拍的照片 因为这我的作品级嘛 这样做就风格比较统一一点 就是因为我不太会做 所以我做的大概就是一个偏灰系的整个作品级 简单一些 然后这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 大概是我一个作品是会配三个图 三个页数这样子 然后第一面就是封面 就把作品呈现出来 这就挺重要的 你要把你东西的尺寸 然后你的材料 你的作品类型题目都要弄出来 然后这个图的话 是一定要把你这个作品的 大概感觉展现出来 你不能别人一看 就是说这是个啥 当然你因为一有这个东西之后 有这个描述之后 他不知道是个啥 他也可以看到这个东西 然后他就知道这是个啥 对不对 大概就是三页 一般我第一页就是这样一个 像一个封面一样的吧 展现这是个什么 然后第二页就是会讲一些信息 然后你做这个东西的一些起源什么的 我这个东西的话是一个盲文小说 就是一个装置 内容比较复杂 就不跟大家都说了 对于你自己的东西来说 你这个东西在面试的时候 展现的时候 你是一定要知道它可能会提到哪些问题的 比如说我这个东西 你用做的是一个盲文 然后在面试的时候会问到很多 目前现在的盲人的生活状况 还有说你对一些盲人文化的了解 还有大人还是一些歧视的问题 所以就举个例子 你自己的东西 你要准备好被提问的一些准备吧 这个是要做的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细节图吧 有点像 然后这也是一个装置 跟前面的一样 基本上就是题目信息 然后一个主图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东西的大致效果 第二也是一样 第二也是一些描述 这个做的其实是一个声音装置 声音加影像的装置 用程序 用那种叫什么 AI语音识别程序和 收音机加囤移 做的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装置吧 然后这是从装置里面 提取出来一些文本 你每放一个图的话 下面都要在这里标识 它是一个 它是一个什么图 不然别人看了就很迷惑 然后这个的话 因为有视频 所以我是在下面加了链接的 然后是这样的 因为我的作品集的话 你要考虑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是 你在申请很多学校的时候 是需要把它 当然你人如果不在法国的话 如果从线上申请的话 你的作品集是有一个大小限制的 所以不是说 我觉得三个就够了是怎么样 其实很多东西都我没有放进去 但是你得在有限的篇幅之内 把你足够多的作品展现给它看 所以说你要控制你的内容 我觉得这个是挺重要的一个事 然后你要让我来的话 就是说我第一个作品 我可以放10页 我放20页 但是你不只做了这一个东西 对不对 你要更充分的展现自己的作品的话 就一个作品集得融合足够多的内容 所以说你就必须要做一些摄取吧 大概是这样 所以我大概控制了每个作品 两三面这样的篇幅 就你的作品集文件也不会太大 如果它想再了解 可以通过你下面那些链接 去看你的视频 或者你的网页 你比如说我这个做的摄影的 这个摄影的 我在下面是po了有网页链接的 进去之后可以看到 我这个拍的大概大几十张照片 你不可能全部放进来 但是你向别人展示 这个事又很重要 他如果当时评委看到你这个东西之后 他感兴趣 他会点进去看 他不感兴趣 他可以过去 要放太多的话 他翻都翻不走 人就会很郁闷 对不对 OK我继续 然后这个第三个也是一个装置 然后你就看这个装置 因为用的图 就是一张比较大的图 就没必要去批太多 然后就把标题和类型 然后一些材料之类的尺寸 放进去就可以了 因为这张图 我觉得效果还行 那么第二页是一样的 第二页讲了一些 就讲了一些 做这个东西的一些来由 参考Happy Hounds 和你做这个你想表达的一些观点也好 概念也好 情绪也好 这个因为用了一个 我是用了两个小机在这个装置里面 所以我要把这个东西就把图给拍出来 然后这个是这个装置的影像 这个就挺注意 因为你看我这是一个影像装置 我放一个图片的话 就是展示的其实不够 所以你需要去做一些视频补充 但是这些东西是不能放到作品机里面 作品机是一个静态文件 然后你就放好链接就可以了 他们有兴趣就可以看到 然后我继续 Dancing like a pharmacist 所以这些东西是什么